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隐清风 他是当时海军负责二代舰采购的五货市主任 官拜上校 刚发现这具服饰的时候 海军总部的军阀处 他们草草了事 就把这案子给结了 就判断隐清风是自杀 那么同时隐清风一遇害的同一个时间 他在海军总部的办公室 就被人彻底的动了手脚 但是大家想想看 有谁能够进到海军总部的五货市主任的办公室呢 这个答案其实就呼之欲出 那么随着家属的抗议 以及媒体的大肆报道之后 陆续发现这桩恐怖的谋杀案 其实牵连出许许多多政府军中采购的弊案 军购前外交部的部长杜马 他因为收受佣金下台被判刑 法国查出拉法院案的佣金 同时给了台湾跟中国高层 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就是2003年的3月1号 杜马接受费加洛报纸访问的时候 他说1991年 法国这起拉法业军舰的军购案 支付给台湾方面的佣金是5亿美元 而他进一步的说 这其中4亿美元是支付给台湾执政党 那个时候就是国民党 他说是秘书处 那么另外1亿美金支付给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 这个案子前海军总司令叶昌彤 前建管室的主任雷学明跟姚能军等高阶将领 都遭到弹劾 另外在刑事起诉的部分 则在当时的检察总长黄世民 他的强势介入个案上不准北检上诉 最后不了了之结案 你看这个黄世民对这个案子至为重视 经过四天半密集约访特征组的陈主任 等等等等的讨论之后 然后他就立刻决定不要上诉 这里面还包括了现在的检察总长严大和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这些人为什么不说话呢 好这么一个案子就这样不了了之 在监察委员康宁强那个时候表示 他说前行政院长郝伯春 在构建的决策过程当中 他下令转向把原定的卫山建变更为拉法业建 这个中间许多的疑斗怀疑是弊端重生 对此郝伯春发表了一篇 我心无愧愿受公平的声明 郝伯春在声明当中强调 面对习日长官否定知情之说 我深感遗憾 习日长官不知道是谁呢 外界诸多揣测在政党轮替之后 陈水扁发下好语他说即便是动摇国本也要 办到底结果呢 国本也没有动摇也没有办到底 后来不了了之 可以说是台湾在1990年代最大的一个悬案 好接下来还有更恐怖的事情要发生 我们来看看这些人呢 他们到底的下场是什么 这是拉法业案相关的人 有13个人就莫名其妙离奇的死亡 好这个人呢叫James Gore 他是一个台湾人 他是法国新业银行台湾级的干部 他负责拉法业交付付款的业务 他呢在1992年莫名其妙的坠楼 好我们刚刚提到的尹清风 他是那个时候的海军武获士的上校军官 他等于可以负责这二代舰的采购 不过有人说他是冤死的 因为这个案子决标 决定早就在他上任之前就已经决定了 可能是因为他知道了太多的秘密 结果呢他在1993年的12月 在宜兰外海被发现 他呢瘀伤喉咙受重创 后脑蜘蛛网膜出血死亡 那个时候海军还草草的把他用意外 甚至连把他当成是一个无名师就要结案了 好再接下来呢是台湾籍的易善岁是个中校 他呢尹清风被害以后他逃离台湾 但是后来呢他同意接受台湾的调查 这个调查结果检掉调查的过程当中 他竟然在三军总议院因为急性瘧疾不幸死亡 在1994年瘧疾是什么 好像是蚊子咬 蚊子咬 对 寇姐你家有蚊帐吗 如果没有的话我送你 我家有那个好像补银 驱银的那种小灯吗 不是吗 小灯包 OK 好了我们继续往下看 这个李凯呢是少将驻乌丘指挥官 台湾籍 他呢是在 那个时候大家可能还记得这个新闻 一个乌丘的指挥官 他是这个最前线 他举枪自尽 说法是不知道 不知道为什么1994年 他也是相关人 那么再来呢 在台湾籍的一个中士叫做赵崇明 他呢在李凯这个少将 乌丘的指挥官死亡之后 在列雷界上自杀 好 那这个事情是发生在1994年 还有呢 有一位是尹清风 很亲近他的外甥 叫做杨仪里 他是怎么死的呢 他是在加拿大被吹风机 电死在浴缸里 1996年 这不可思议啊 寇姐你有在洗澡的时候 有那个一边洗澡 一边泡澡 吹头发的习惯吗 我跟你讲 我有一次看一个电影 就是说那用这个方式可以杀人 因为对不对 就是一个人在泡澡 你就用那个通电的这个吹风机 把他一扔进去他就死了 所以我从很小就知道 在泡澡的时候不可以吹头发 谢谢你提醒 你今天就是要告诉我 各种不同的防范方式 是不是 对对对 我们互相共勉 好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好 这个人叫Imba 他是一个法国人 他是法国情报单位的干人 他曾经来一台监督这个某个专案 结果那个2000年的时候 他坠楼死亡 好 这个人叫法文 我不知道怎么念 那他呢也是同样一个专案的主事者 在柯西加在意大利 在柯西加法国附近的一个地方 这个度假 逆弊 哈 2001年 好 另外一个 Thompson的远东区的主管 他当年跟汪川普 这军购案的人 他一起逃离台湾的 结果呢 他逃得了台湾 逃不掉血癌 突然罹患血癌 死亡在东京 2001年 还有另外一个副代表呢 他也是负责谈判的 也是这个案子谈判的 结果呢 从巴黎公寓 突然呢 也是突然 坠楼死亡 原因不明 2001年 还有更恐怖的 还在后面 那么另外一个 马特拉公司 驻台代表 他也是配合这个专案 负责监督幻象机的 他在巴黎 莫名其妙 2001年病死 还有一个调查员 法国军方负责调查 这起跨国洗钱案的调查员 法国人 在巴黎突然心脏并发 2002年 好 在2007年 过了一段时间 够久了吧 好来 一个中校参谋 叫张可文 他是因为拉法业采购案 入狱服刑 他一定是其中 了解内情的人 2005年假释 假释之后 过了几年 在这个 从来没有发生过 死亡车祸 台北新生 北路口 5年没有发生车祸 被违规汽车 撞击 那时候八九点 而在这个附近 少见的没有车 而且是一路绿灯 这是搞不清楚 状况的一个情形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一张 好 已经没有了 对不对 好 还好没有了 那这个看起来 还有死到这里为止吗 对 到此为止 好 到此为止 只要大家 以后那个走路靠右边 然后没事 不要去横渡太平洋 然后家里要装点蚊香 或者是补蚊器 那么同时呢 没事不要在半夜 收到阳台去唱歌 诸如此类的事情 不要做应该蛮安全的 虽然男主持人蛮口笑话 但是我在看到 coco姐的这个文章的 最后一句的时候 我其实颇为心酸的 因为是最后 coco姐的意思是 马总统 台湾的媒体司法 哪里没办法 北京呢 卫家鼎心 受中共高层保护 难道真的没有人 可以给我们真相吗 不过这个最近的消息 就是说 鼎心卫家 已经很久的时间 他是中国大陆的媒体 几乎可以说大家的默契共识 就是不可以批评的对象 这是真的 那顶心卫家 他们在10月13号 马英九灭顶的时候 据说当天 其实卫家还蛮愤怒的嘛 那没多久也开记者会 在开记者会之前 有一架飞机飞到了北京 那飞到北京 高检署还放行 那当时很多的民党委员 很多人都提出质疑 到底里面带走了什么资料 而也有说法说 他飞到北京的时候 跟他们交好的 什么相关的市委书记 是在门口接机的 因此有一些人 把他比对成王立军 那个时候不是跟薄熙来翻脸 他就吸了一大堆秘密资料 到了成都的领事馆 去要求政治庇护 希拉蕊在他回忆录里面 提到这一段 当天他们怎么样 透过越洋电话 来跟中国大陆高层 来这个谈判 后来呢 中国大陆高层要求 这个王立军要求 要在北京 一个什么样的人 在北京机场接 因为他怕 一出北京机场 就被叮叮掉了 那美国的这个国务院 在美国 他这个保证 王立军的生命安全 可是成都理事馆 就也收了一堆资料 就把王立军的所有资料 都copy下来了 所以后来才会发生 在美国 在英国 有一大堆人 都在写薄熙来的事 那当然王立军 吸出来这些资料 最后就成为 现在薄熙来的 下场的佐证 我不是维言耸听 我的意思是说 按照我现在最新 所得到的一些消息 就是说 我很明确的了解 北京很关切 鼎星跟马英九总统 之间到底是谁牵线 怎么个牵线法 什么样的交易 第二 胡定吴这个名字 出来之后 昨天有好几个 不同层次的人士 就直接的证实 向我证实 或是向我的朋友 证实说 对 这个名字 才是关键人物 那他也认为 胡定吴这个名字 一出来 恐怕有些事情 或说有些相关单位 就会去梳理他 后来的发展 因此 在我得知 这样的情形之后 我才在我的文章的最后 来提醒马英九总统 我们真的拿你没办法 因为你可以继续赖 在台湾 你是中华民国总统 就算你调查 我也不相信 你的信赖度 可是如果有些 不该拿到资料的人 拿到了 以前陈水扁 据说是美国拿到 埃格蒙的 洗钱的组织的东西 因为觉得不爽 才扔出来了 那有一天有人不爽 如果扔给了 Financial Times 扔给了 New York Times Washington Post 或是其他的 欧美的杂志 报纸 关于马英九总统 跟某些财团之间的交易 我也不惊奇 可是 如果一个鼎心 要送连胜了2000万 都被赤退了 那鼎心 会没送钱 给马英九总统吗 国民党说 他们一毛钱都没收 不可能 一毛钱都没收 不可能的 政治现金申报上的 公开的 一毛没收 所以 其实我是好意 提醒马英九总统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很多高层人 是担心的是 那中华民国怎么办呢 接下来怎么办呢 这个不是我的问题吧 应该是中华民国 现在的执政当局的问题 也是我们国民党的问题 对 我想从两个面向来看 我先讲 从法律跟政治 我先谈法律 当然 马团队或马英九 今天发展成马英九 对决了 你两个卡车对撞 就是 你有没有收钱吗 马英九 那法律面 还是要提出 具体的证据 那我不晓得 客户觉得 接下来还要再讲什么 第一个 第二个谈政治面 就是如果这个事情 你爆料在2008年 马英九声望很高 那时候青年度 大家能信赖的时候 那时候 可可姐大概被口水淹死 被乱邦打死 这时候情况 太多事情发生 从美和市 到这件事等等 很多的土地财团 精湛等等 大家很多人 就不相信马英九 他的青年事 发生了问号 我一个党员非常持平的评论 是 可是从麦肯锡的主意 就一九五零年 美国有个参议员 他提出说 那时候全世界很多地方被赤化 中国大陆也变成共产党化 东欧很多 说参议 那时候美国有很多共产党 到处都是 有共产党 就好像大家认为说 马英九可能会有收这个两亿的政治现金 对 那可是呢 这个麦肯锡 搞了三十九天的公听会 全部全国哗然 最后第三十九天他道歉了 说他讲出来的是没有证据的话 然后是 可是还是很多的共产党 参议院 参议院里面没有 所以如果 如果拿出来更具体的证据 而不是像麦肯锡主义那样的话 那马先生 如果被你一枪毙命 也说不定是我们国民党 重申再造的一个机会 我必须插嘴 因为第一 我不是落井下石 因为你刚刚一开始 好像觉得我是落井下石 看他弱的时候才这样 我告诉你 不不不 你没听 你弄你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 他现在被质疑 你再讲 他就更被质疑 我的意思 他的他的民调低的原因 也可能跟他身亡很高的时候的 真正的那个时候 清新形象的 他之间是有落差 第二 我是被逼迫的 因为国民党一直这样子 声讨我 他几乎就让我没饭吃的感觉 就是连一个范疆太机 什么林德瑞 都要来告我了 那我如果不出来反击的话 那我以后就不要在这个行业中生存 第三 全大世大的是你马英九总统 我要提一个证据 我是你的特征组的检察总长 我是你最高检的检察长 你这些东西 你今天严大和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文章 你还可以装傻 你还可以不去调查吗 你不会比对马英九昨天的声明 跟我今天的稿子之间 有什么疑点可以相互的交叉 觉得有道理吗 有没有道理 我刚才讲的这一段有没有道理 如果严大和什么最高检的检察官 还有不管是各地的检察官 你们都闭着眼睛来处理 然后你还说要叫我提证据 我们新闻工作者是调查局的官员吗 媒体人没有调查 第一条路 媒体人就是把预警告诉你 这个线索在哪里 我告诉你 我再讲白一点 我连消息来源我都可以保护 所以嘛 我讲说说不定你明天提个更多的 我刚才讲了 我有前提要跟我讲 但这跟麦卡锡主义 麦卡锡是恐怖主义 因为你认识比喻不当 不是比喻不当 不是 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嘛 然后两条路嘛 第一个 可可姐拿出直接证据 为什么要拿直接证据 那不愿也可以 那第二条路就是 这个颜大和启动调查 他是特殊组调查 调查什么呢 其实很简单 关键人物你昨天也讲了 就是胡定武嘛 那胡定武是顶固 是101的董事 是魏家在台湾 成立一个顶固顶基 这些公司的重要干部 霍董事长 都是101的大股东 好 其实 其实司法调查很简单 把胡定武 简单官叫来 叫他窃检 有没有这两亿的事 如果说谎隐匿增检 就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违证罪 我认为说不定是有效的 如果在 可可姐还没有拿出证据以来 可以启动这样的调查 传续相当人 他是当事人 他没有违证的问题 他自己如果是被告 他只是牵线人 他没犯罪你知道吗 不是 因为他不是被告 因为他没犯罪 对 所以他有很干净的身份 当证人 他是可以当证人的 被告不可以不用 为了陈述对自己不利的证据 也可以 也可以拒绝当证人 可是按照 寇姐的讲法 他们其实是同一伙人 对啊 是 其实是共犯结构 这里面不对 有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 大家没有讲清楚 因为关键是那两亿 对不对 对 好 两亿送的过程 谁收这两亿 以及谁送这两亿 这是关键 原则上说 搞不好胡顶五是不需要参加的 所以他就没有这些问题 那已经 牵线人跟两亿 执行部分 对对对 那个就是操作部分 不是 到底这两亿 有没有发生过 你要从哪里着手 不是从刚才这个 小平说的这件事情 走着手 那这里有个奇怪的事情 是这样 就是说 魏家的人 难道都没有活着吗 都还在吗 对不对 他不是在台湾吗 不过有一个人还收押吗 是啊 他们怎么就没有说 有他们今天说 有还是没有 对 他们今天说 他们今天的讲法才是重点 就是说在这整件案子当中 第一个重点是诉讼当事人不对 因为扣姐讲的是马团队 那就出来告的是国民党 而且林德瑞要告 应该告蔡任元吧 因为第一个把他给揪出来 这是另外一个疑斗 对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说 马总统其实也发了声明 所以马总统对这件事情 他有回应 尽管他的回应声明 扣姐觉得完全没有办法 证实他自己的清白 他只是重复说 没有没有没有 最关键的是说 那两亿 不管谁是中间人 是不是胡定五 不知道 拿出那两亿的 是鼎心魏家 可是鼎心魏家 在今天的说明是说 啊我们不宜 也不会针对这件事情 发表任何评论 这句话太有意思 意思就是说 今天 我说有 或者是没有拿出这两亿 其实都关系着我们家魏家 那位人质的生与死 放与不放 那所以他现在可能得看 看你对方给我什么样的讯息 才能决定我魏家 要不要对这件事情 做出一点点评论 你知道吗 现在魏家是心里面 可是我觉得他是逐渐的高兴 为什么 因为他手上握的筹码 是越来越多 对 就是这件事情被爆料之后 两亿是他的 那所以他真的只要 稍微轻轻的一证实 哎呀那马总统就完蛋了 那所以他们家那个人 只恐怕也完蛋了 你今天讲的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今天发的新闻稿说 这个案件已经进入司法案件 所以不宜评论 问题是告我的是 国民党跟林德瑞 不是马英九先生 我多说一句 当那架飞机飞出去的时候 当那架飞机飞出去的时候 魏家今天又说了这样话 就极为可能的是 那个证据在中国在美国 都已经有人有了 你认为马英九总统 已经领悟到这样的 可怕的状况吗 有有有 他有啊 那要看他对胡定吴 有多少信心 胡定吴绝对是关键的角色 胡定吴背叛过 李登輝 投靠陈水点 已经不太重要了 真如果有这两亿 一定是魏家交给胡定吴 这个过程至少有 他在家 接下来怎么走 我不敢说 是一个女人 魏家只要去出生 胡定吴的角色就不算什么了 真的不算什么 魏家才是真正 他 拥有那个发言的决定人 他不是拎个包在路上 走的那个人 因为两亿很多包 所以不会是他去拎的 所以这件事胡定吴 他只需要跟他们喝咖啡 对不对 好 那不是宋贤的人嘛 那现在只在魏家可以证明 所以魏家应该就已经 去做了相关的证据保存了 那家飞机已经飞出去了 胡定吴跟马英九总统的关系 比马英九跟金普聪还要亲密 这个了解的 马英九的人生史的人都知道 那可是胡定吴呢 刘泰英曾经好像跟邱毅说过 胡定吴这个人最不可靠了 那他背叛李登辉 去投靠陈水扁 陈水扁那个时代 他涉及了非常多的 什么现金案 他跟马永诚好朋友 台大政治系的学弟 然后呢 他后来又背叛了陈水扁 投靠了马英九 所以马总统点点点 我替你流冷汗 就是这样子 这件事应该锁定在 就是马英九跟寇姐 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跟魏家这样子 这跟国民党不要加进来 因为他说他嘛 那就你们两个去说清楚 就不要再把国民党捲进来 这件事可能是比较好一点 因为国民党自己跳进来 是个很蠢的事情 就是我这样讲好了 林德瑞或者是范香太机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有还是没有 那你们有没有去问过魏家 有还是没有 如果你从来知道 从来不知道 李魏家也没去问过 那你这不是很蠢吗 那为什么要跳进来呢 你一定是没看过武侠小说 或者是没有了解黑道怎么回事 老大会亲自出去打架吗 所以就找小弟追杀人 现在就是说 国民党不能给大家一个形象说 国民党等同于黑道嘛 现在就变成是这样子 这几天我的感觉差不多 对 就是这个形象 已经烙在大家的脑海里面了 那民党根本就不需要动了 民党就想说 哇 你自己还这么沉沦 一个周玉寇只是说两亿的事情 你就已经沉沦至此 而且你完全没有改革的样子 那这实在太糟糕了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应该 从此不要讲话 因为这件事跟你没有关系 我觉得我一直很放弃 这件事情因为他的这个情节 是一直变来变去 就是一直往上加嘛 其实国民党也好 总统府也好 最好的方法就是派一个发言人 上节目 游问必答 把事情讲清楚嘛 那你动不动告 那告了又能得到什么真相呢 他没有要讲清楚 因为他打电话问客户姐都没有 那我就没办法了 而且客户姐 我觉得很好奇的部分是 因为马总统这个时候 因为你的对象 其实不应该是他来回话 因为现在国民党在告你嘛 那国民党应该出来要跟你讲清楚 到底怎么回事 但马英九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声明 你在你的文章里面说 他似乎在隔空串供 对 隔空串供 好 隔空串供的对象 我的合理怀疑就是相关的人等嘛 相关人等也不多啊 相关人等不需要周围那些人 那还需要隔空吗 这件事情其实 大概马团队只有一个人参与吧 除了马英九之外 只有一个人 马英九的账况只有一个 其他人都是周边人物 但是因为胡定五是鼎心的大掌柜 大掌门 这是昨天所有各界的 企业界人士也好 企业界人士也好 所给我的跟我的朋友的消息 第二 马英九总统 是胡定五的守护神 这是真的 所以在这交叉关系之后 这些官员看在眼里 难道不会放在心里吗 所以马政府果然在这几年当中 就成为鼎心为家的大门神 鼎心为家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特选行业 那么多的好处 那么多的金融啊 什么的这个贷款啊 低利的 到现在为止 其实IOI 要不是 舆论的这些反弹很大 到现在为止 其实有些我们的立委都怀疑 IOI这个案子都已经完成交易了 到今天为止 我问了几个立法委员 大家都还对这种交易 觉得很奇怪 因为他们在海外 可能早就已经 他一定有一个第三势力在介入 就是说鼎心 他一定有一个第三势力在介入 他在台湾跟政商关系之间的修补 跟从政 我讲得很文雅 对不对 那其实我从头到尾 我没有任何的其他意思 从一个新闻报道的角度来看 如果我说我是被迫 我可能有点不针对真实 可是昨天我还说 我相信马英九总统的清点 结果一堆人笑我 说我天真无知啊 什么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给总统的公开信 我给他那封信 给了他一些非常大的一个 空间 结果他也 你从头到尾都知道 他本人你还是说 故意说你相信他的清白 因为他如果 对 你给他一个自白机会 是不是 他如果启动调查 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接受 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苦衷 或者你可以做其他的说明 但是他大剌剌的说 马团队有人已经遭引寿的人 被澄清了 我看到这一段 我觉得他是一个谎话 他好像一个小学六年级 一生的谎话 非常的不具有深度 也非常的 那个就是靠出来的罗志强而已 你觉得是不是 胡定吾直接给马英九 这两个月 你觉得 这个最直接的 不可能经过胡定吾 这个重要吗 我一下不需要经过他嘛 这个重要吗 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 因为胡定吾 真的有能力 而且不会拿佣金 胡定吾有钱 胡定吾跟马英九好 胡定吾是这个魏家顶故建设的董事长 不会拿佣金有什么关系 不不不 有钱 当然有关系 这个太小的钱 佣金对他讲太小 两个佣金几百万一千万又怎样 如果他就在其中 他就送钱到一个总统的手上 那不是个简单的事 我知道 总统要收你的钱 是吗 那是给你面子 发一个证书给你 从此以后 我们是自家人 他好不容易 我们在官场 我可是混了三十年了 有任何人 以前我告诉你 我写李登辉的一千天 那个书的时候 一堆企业界人士 透过我去跟李登辉总统 建立关系 包括现在金控公司的老板 那你建立了吗 請我吃飯 就是說他們就是要設法 跟有權利的人接近 然後接近了之後 他就可以想辦法 那最快的方式就是送錢 如果你接受了我的現金 我們就是一國的 不是這樣嗎 那他們要送錢 會透過禮交轉交嗎 沒有 沒有 我沒有這個能耐 那你如果要追禮金玉 他收了你一顆鑽石 那你們就不是可以 將來變夫妻了嗎 不用 不用 我用這個方式 不是 我是用這個方式來舉例 我今天的文章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 有人跟我說胡定吾 拿了百分之多少的回扣 你覺得誰是交付的人嗎 交付是最重要 出錢 如果有這個兩億 你看當時陳正平 男人是開的那個賓士車 你的意思是說 誰替馬英九收了錢 那我幹嘛要講呢 這是因為根據 剛剛科威姐的講法 就是說其實這種 其實可能連金普聰 都不知道的狀況的話 只有一個人 那那個人是誰呢 馬總統身邊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人 到底有多少個 系統呢 我們稍後回來 要帶你們看看 都不果然 你什麼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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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會 如果你師父 disse 你什麼事呢 感谢观看